先前绿岛幼石湖暗计遭到不明油污污染 虽然相关单位已经紧急的清理 不过油污疑似飘到台东的沿岸 在加入兰风景区也发现有油污的污染现象 沥青般的黑色浓稠油污散播在胶岩上 而目前宜花东汉基隆海域也都接获类似通报 中央海保署也已经着手调查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岩石上布满了黑色油污 连一旁的垃圾上也是沾满了黑漆漆的黑油 先前绿岛幼石湖的暗计遭到不明油污污染 在经过调查后属于重油污染 虽然绿岛乡公所的清洁队以及相关的人员 都派遣了人力加紧移除 但现在在台东的海岸线也出现了不明油污的污染 疑似与绿岛幼石湖的油污属于同一来源 现在在富岗的地质公园也可以看见油污的污染 由于富岗的地质公园是由后城沙岩与博城的泥岩交互沉积 因为地质构造的变动 使得巨大的沙叶岩上下导致 珊瑚礁又覆盖上去 外貌上形成规则的起伏 而现在这些岩石上都沾上了不明的油污 不易消除留下了难看的黑色印记 而海保署则指出 目前在台东、屏东、新北以及东北角的海岸记 都发现了有油污的行刑 各地方的政府正依全责进行清除作业 而自12月4日到7日累计出动的17人次122人 清除了1625公斤的油污垃圾 目前各地区的工作站巡察员也至现场进行收正处理 同时也会启动卫星以及无人机的监测 同时也会与国海院相关技术联手调查可疑油污的来源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